大家好 就是連續四晚講同一個話題 我想大家應該會聽到厭倦吧 因為每天都不同 不同的人說 我們是報新聞 日日新鮮日日金 政治一日都嚴長 那沒事的 你看星期一我們講完的話 今天都已經不應付 聽完高山插可sir 專門去聽她說什麼 但她說話這麼十九 但也有配美女 看這方面就要進步 那你想一個美女是什麼 你就開著AV01.TV 去看我們節目 你要女兒的話 雖然現在Pornhub就收屁 不是AV01 就是AV01 你那個網站放在Discord上 看J開 什麼配美女 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可sir外面有其他合作 有些美女放她旁邊 那就行 我心想 我們要找美女放我們節目主持旁邊 那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她不會放出來 我又不會放我那個出來 你們每個人都收起來 只有我一個沒有 我只有你 你又聽的 我吹大家不吹 不是的 你放出來肯定爆收事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就爆了 你用Face App 我試過用過 她出來的樣子也挺白白的 格拉莎 與萬聯同載 說了 這些不用說 一向都同載 今晚有幾個題目 第一下落域字 但是Sam未到 Sam未到 可能先去檢查一下 另外 我想大家可能歐超聯 那裡還有些 Sam也沒有說到 有些想法 沒有 一會他上去 真的要等他上來 再說 不對嗎 不對 做Street for N 和看波台應該兩個模式 是嗎 又說一下 這個所謂50加1 不是萬迷都聽足昨晚 高山正 我多謝 多謝 啤酒 我昨晚喝了多少罐 我喝了兩罐 其實我應該上次來講 什麼 爸爸 不講 我發現原來 好像這次不講 以後就沒有機會 那你現在先說 你現在先說 說什麼 但是爸爸我覺得 是 很大的一個 很警勢的例子 我會覺得 警勢 我相信他是一個 有料的人 就是What not to do as a coach 但是問題是 他得不到球員的信任 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也都是我想 如果你要做一個教練 是所有人的問題 所以爸爸是一個很警勢的例子 我們需要編一本小冊子 就是講這個摩尼奴 就是What not to do as a coach 我想我們節目裡面的內容 是談論摩尼奴那些都足夠可以 一本書 一本書 真的寫一本書 心理學角度分析一個領袖如何失敗 但裡面的例子全部都是摩尼奴 因為我今天看他 Telegraph有報道 原來他又跟球員炒獲了 這次不是一堆 炒獲了一兩個 之後就變成一大堆人 那一向都是由小住人才開始 是不是 首先你開了一個很壞的頭 然後一路發展下去 就是他到走那一刻 他還繼續跟球員吵 這個Telegraph的報道 我也有留意 還有我覺得是很奇怪 我覺得 你又不能只怪球員 譬如我知道尼當比利很有料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尼當比利 我想他季初上半季好球 接著最近又是 又是起起跌跌的 那爸爸有沒有辦法能夠 令到球員發揮了 那又 我經常都很強調一件事 雖然人類有一個說法 就是人類大部分都是愚蠢的 但是如果你真心覺得 你真心認同這件事的同時 你要表現到給他看 蠢的是你們 而聰明的是我的話 你也是很愚蠢的 其實你有料理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特地去 去塑造到自己是一種那種那樣 就是人家會自己感覺到 為什麼你要這樣塑造到自己 那人一等一等 難道你真的以為自己很愚蠢嗎 還有不用每天掛在後面 就是不用說 每天說我英超冠軍 是不是三個現在 四個還是三個 隨便吧 他永遠都是 他那種做法 我覺得是 三千多車子 是啊 戰術都其次 但是 那些人 他搞不定 那些人 他去到哪一間球會都搞不定 除非你是去一個 譬如我看那些人 在中國那樣的地方 可能就怎樣 中國的人 他不反你 或者要一個 不需要追成績的地方 他不需要追成績 他一向的投資是有成績的 我想不到有一天 突然說我來教你們 我是來屌察你們 我不是為成績 我為了足球你們才教你們 他不會 他又不是那種 權威性 人格 以前讀文化科 那些 你喜歡 那些強人領袖 就是你喜歡 沒有 其實 我覺得 當然 你說他是不是有一種精英的心態 其實 什麼叫精英心態 剛才說的 也叫做維知精英心態 一會兒說歐超聯失敗的原因 那時候 雖然有很多人 都仍然很堅持 有一個說法 就是歐超聯是沒有失敗的 包括貝雷斯在內 他說stand by 是不是 stand by 也有一個說法 其實成立了 不過兩天而已 那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成立了 我不爭 比百日為生還差 兩天 兩天歐超聯 這個待會再說 就是很多 可以從政治角度 其實開麥克風 我和高先生在那裡狂談 這些點 就是 怎麼做一件事會失敗 很大件事 做這麼大件事的事情 你需要很多支援 很多幫忙 你自己閉門造居的話 就算你的動機多正確都好 或者你想達到的事情 有多有理想 我當他們是很有理想 那你面對這麼龐大的建制的時候 其實更加需要很多人的支持 好像搞社會活動 社會運動 政治革命 輿論動員 San Peter剛剛說 那波特剛剛說 那波特剛剛都說 還沒完 像用來做交易 即是說Super League還沒完 但看回New York Times 今天最新的報道 就說 那波特成為 八日為生中的袁世凱 就向西甲主席 泰巴斯 篤灰 這麼多料 報Super League 要起動 因為為什麼呢 你想想其實 那波特剛剛上任 對嗎 聊這件事的 肯定是巴道母 對 所以就讀灰 沒錯 但最後八日為生中 要做的事情 就交給完完 以後去做 這樣就錄錯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功成 就 不必由我 功成必領載我 這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過 哎 我不知道 我想今時今日 大家面對過這樣的結果 是不是 歐洲超級聯賽的 SSD 原意有多好啊 那些 大家可以再聽聽我 前幾天的節目 我們分析利弊 那時候我們也說過一下 可能一會兩位拍檔有些補充 但我覺得你說 即使打牌這麼正面的事 如監製所說 你沒有輿論動員 你沒有對話 你沒有 國內的統戰和分化手段 你怎麼推得動 根本就是政治 我見到Twitter有些打手 或者Ghost account 不斷在讚Super League 這是他唯一的輿論 這些人哪個想法 假設我們有個歐洲版的 有個歐洲版的Nick 你去找他做opinion leader 這些才是統戰 是吧 大哥 你有什麼理由 我們節目做三個小時 我們去說你Super League 有什麼好處 我們說得更多 多比你佩雷斯 多比你沐華特 你不覺得很離譜嗎 當然 你推這件事的人 你是沒有需要走上台前 那你就找人去做 你又不做 是不是 那該死的 是吧 你不可以跟我說 很多事情都還沒有落實 你們不如向好處去想 那你老闆 這件事是你推的 你是有責任去說服我們的 你是有責任去把所有事情說得長進具體的 為什麼你要一廂情願 覺得我們不是全面去想這件事 一廂情願你覺得我們有偏頗呢 不是應該是反過來 你去輿論動員的時候 你去說服別人去支持這件事的嗎 你都不做 你當你自己是誰 是不是 你當我們臭死嗎 現在 是不是 好 入正題 今晚406集看波台 今晚Sam Matthew 我旁邊 OK 恭喜阿Sam先 恭喜阿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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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巴摩 這樣而已 如果英格蘭捉總 一會兒罰了Big Six的時候 就彈六個位出來 你說多高興 我記得 有個 如果真的淘汰六個 一開始在想 每一季之前 都說 扯著冠軍的名銜 我們算回第一季 英超第一季 如果撇除了Big Six球會的參與 就是諾韋治的冠軍 沒錯 因為諾韋治是第一屆英超亞軍 第三 但是扣到Big Six 頭兩位都是Big Six 搖著維拉 總之算回到對賽是會第一 所以厲害 厲害 但是沒有了 兩天就完了 至少下季在英超有得看 下季就是降班 那降不降班 之後再算 至少有得升 我們要想向好處 有很多事未發生 你怎知道 可能歐洲祝協會正義敢作祟 以前英格蘭被人停賽 歐洲停五年的 歐洲停六年的 可能這十二隊都被人禁 歐洲禁賽六年 你一定知道 如果他是夠薑 但我肯定現在不夠 因為現在雖然發財 他這麼沒人看 只是錢而已 趕到尾都是錢而已 真的要恭喜諾域治 我不知道諾域治 升到班之後的大計如何 不過我想也沒什麼大計 現在都在說 Aros Camwell 那些賣不賣 大計就是 我只是看寶安迪亞 都走了 去哪裡 李斯蘭 萬聯沒有嗎 不會啦 只得我會欣賞 萬聯這些好公務員的 就去簽申請 其實韋斯咸買不到 連加達可以買他 我可以 是啊 特點上是很像的 那連加達留給萬聯 但因為你連加達有國籍 你保安迪亞武 當然是簽連神 連神這些好東西 留給韋斯咸 我看見莫爾斯用得多好 對不對 對 但是 因為 我想諾域治 都做了升降機 都做了很多次 所以好像 是不是這次升班 你的心態都很平靜 又不是平靜 都開心的 是 開心的 大哥 你真的經過 因為其實降班上年 成績都很差 這樣說 所以其實也有不少人都會 覺得這隊應該升不 不可以直升 沒那麼容易可以升上來 可能覺得 其他可能會說 不風突 還是不知 不風突 還是不風突 我見到有很多人 都會覺得 這樣升不升得回 這隊 所以這個 經過一個求貴的證明 當中一定是開心的 嗯 嗯嗯 那這個過程裡面 你覺得 居公智慧 要先數些什麼 的人物 我想就是管理層 難得地 方太 方太 英國方太 還有他整班 對 通常降班 你看石飛聯 還沒降班 就已經炒了 領隊 就算領導本身 超額 完成了很多季 都難逃這個命運 嗯 但是Norwich 你看到他去年 其實綁尾降班 嗯 其實很多球員 應該都會炒了領隊 是 但他們沒有 是 他們 一來他們知道 他們有一個計劃在這裡 就是依照計劃去行 還有他們是 相信自己那一套 雖然是 港班 雖然是綁尾港班 但是 繼續 我知道我找這個領隊 其實是有他的能力的 他在做的事 那個方向是對的 或者 跟球會那個理想的那個 步伐是一致的 那 所以就留了他 那 因為他能夠保持了 他們覺得行動的東西 而這件事又真的行動 那 這個證明給你看 其實 球會的判斷是沒錯的 那 那 赫經保譚 就是這個 石菲連現在的 教頭 他都很勉勵 球隊上下 就是以駱栄智作為目標 但是我覺得駱栄智 是有能力做 這麼多次星降機 這次不知道 都是有這麼多次才能做到的 有這麼多次的能耐才能做到的 因為 駱栄智不是那些大小的球會來的 是 他不是那些 heavy spending club來的 你跟李斯特成 某段時間的 諾定咸森林 打比棍 大灑金錢 今季後 烈斯聯算不算 都重本 烈斯聯 羅蘭迪 諾迪高 劉均 也有些 但我意思是想強調一下 就是 諾域智和烈斯聯比 至少烈斯聯是 他升班之前 都不算是給很多 都不算花費很多 其實再早幾季 升班之前是零 他是不敢買人 只是不斷借借借就算了 至少跟烈斯聯比 烈斯聯的資源 應該是多於諾域智 多於 因為作為一個西北的球會 他的Fanbase又大 再加上 在比爾沙到來之前 其實烈斯聯都不是沒有試過 扔水去買人 當然 跟以前 李斯特成那種 不顧一切 說要升班 那一隻 都是有點距離 但我想 諾域智是 真的很堅持 很堅持 我覺得 只要拿著我手上那套 是正確的 就是 我不用特別買人 就是 朝鮮 是啊 所以聽眾說 例如 班尼其實都沒有炒大 只是一樣 他們都知道自己的方向 知道自己的定位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還有 知道自己這套東西 他們是有信心 是對的 那就繼續做 是啊 最後就有這個回報給他們 就是 相信法基 相信法基的戰術 相信法基的 祖軍的政策 相信求願 是不是 其實 聽起來很無謂意志 但是 其實 你找對方向的話 其實 也不需要特別做太多事情 是不是 那麼 這個都算是 諾域智 給別人的一種 正面的地方 當然 又 看回現在 諾域智的那個 景況 很多人都傳說要賣 對方 包括 包括 Max Aarons Cainwell 布欣迪亞 這種主力 你覺得 是不是都留不住了 說真的 難留 你不會全部一次過沒有了 但是 一兩個 你怎麼都會 最賣的那兩個 是啊 因為 剛才你說的幾個名字 例如 Cainwell 夏年季尾 就約滿 暫時 暫時都未續約 之前都有一兩次 找他針 的球會 但他都未動筆 如果 夏年 剩下十二個月就約滿 其實 在會方的立場 就是 我沒有理由 自由 送走他 所以 如果夏天 他真的不願意做約 而有其他球會 其實 是有機會走 我要布欣迪亞 我當然要 我覺得他是馬達的 best replacement 其實 你說的名氣 當然是Sancho 他都很厲害 國籍也很厲害 國籍也很厲害 那 這個緊 包在名氣裡面 大哥 你認識阿根廷 英國 也很厲害 英國也很厲害 是吧 布欣迪亞 是我們這些不認識的 才會欣賞 那 你不 不過 沒有辦法 布欣迪亞這些 不會預留給我慢 有錢 有錢就有得談 沒有啦 布欣迪亞 我這些不認識的時候 才去看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球會 這麼硬 例如烈斯聯 都針過的 布欣迪亞 上季 不奇怪的 我覺得他很適合比爾沙用 尤其是比爾沙 都想追回進攻中場 我覺得他都適合 應該就是 帕布奴奴迪斯 如果是 因為其實很大年紀 帕布奴奴迪斯 在星班那季 是主力 但是今季已經是 很多時候都是後備 還有很多傷 也都不看好 他會繼續看 烈斯聯 所以如果烈斯聯 要玩一個進攻中場 那當然是看著 布欣迪亞 不是 阿仙奴這些 接下來 有得踢歐超聯 雖然現在就說 退出 但是不代表 他完全取消 是不是 一天都在準備 一天還有希望 可能 你阿仙奴有錢 簽阿奧亞 布欣迪亞這些 不要 不要 不過真的很多傳 維拉也有傳 他們說如果 Grealish被人買了 就會馬上把錢 扔到布欣迪亞 這樣嗎 已經部署了 聽說 那又不用扔掉 賣得到Grealish 扔一半就可以了 所以 他賺了錢 還更厲害了 幾開心 即是你Grealish 那我也不否定 Grealish的實力 很好的 很厲害 但是他跟布欣迪亞的 價錢差那麼遠 差一倍 Grealish會貴一點 始終PASSPORT 都不貴一點 那麼簡單 兩個布欣迪亞的價錢 兩個布欣迪亞 當然兩個布欣迪亞 就不一定 湊成一個Grealish Grealish 厲害那麼多 是 是 是 但是 在這裏 就 除非在轉會槍裡面 又能夠很神奇地去找適合人 其實我覺得 反而賣主力不是最大的問題 而是 找什麼人回來 對 因為我覺得他本身 本身的人都很多缺陷 但如果你買適合人的話 即 不一定說很厲害 你買適合風格 適合水平的球員的話 其實 是很有助去留班 是 譬如我舉個例子 龍門 我問Tim Crew 我覺得他今季是有很多的犯錯 有些失球 又是 有一些是 譬如脫手 或者是撲錯給對面 那 或者譬如 在後場拆球 就斬了球給對手 這些是 可避免的錯 而且 也都不見得他英超踢 突然間會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譬如 舉個例子 有資源可能 譬如你考慮一個龍門 因為一個好的龍門 可以幫他教很多球 這是其中一種 思路 嗯 嗯 是 稍後找個 scot list 看看我慢有什麼門 最適合借 不要啊 譬如 譬如 去年石飛鑫 弄好一個牽達神 其實已經差很遠了 是啊 石飛鑫 一個牽達神 就有很多東西了 下個牽達神 再借多一次 再借多一次 應該什麼都不發動 沒有事情發生 大家不要再說Super League 我們在說諾域字 是嗎 Ramsdale Ramsdale 是Earnit 是Super League 就是啊 又Ramsdale 這些是良心之選 這些 真是很有良心 這次 除了講諾域字之外 又Round up一下整季的英冠 不如 都 都 可以分析一下 因為 都來到現在這個階段 43輪 其實再踢多五輪 三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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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輪就什麼了 踢多三輪就完 暫時來說 諾域字 就九十分 四十三場 九十分 上不就一百 可惜 是肯定 就是 升班 當然 是不是最後英冠冠軍呢 我看完未來的三輪 因為 第二位的Watt福特 都只是落後五分 但如無意外 Watt福特又回英超了 因為Watt福特 85分 領先第三位的 班尼茅夫 是八分 大家都是踢43輪的賽事 現在第三位 班尼茅夫77分 第四位 史文斯76分 第五位 斌福特75分 第六位 班士利74分 班士利才奇蹟 是 班士利真的是奇蹟 如無意外 就 班尼茅夫 史文斯 斌福特 班士利這四隊 就會欠最後上英超的資格 是 其實我印象中 除了斌福特是常見之外 班尼茅夫 另外班士利和小人斯 應該都 上季好像升降班 附加塞沒有小人斯 不是 上季是維拉 沒有上季沒有 不是 上季是 不是維拉富特 不是 不是 好像小人斯 有小人斯 因為其實小人斯 他的教練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以前 在英格蘭國家隊青年軍教的 他帶了很多年輕球員過去 他也不斷在豪門借有潛力的人 其實 近一兩年表現都好了 看看 他 會不會回到英超 因為其實都差一點 嗯 又是這幾隊 那就是 唯一的財力 唯一的財力分野是大的 你看 頭兩位 肯定不是賣財力 複雜的話 都可以說一下 複雜的話 就是去冬天 賣走卡普爾 便宜價賣走 雖然說不是賣財力 但跟其他英冠球會都差很遠 因為始終你英超降班 有那個 有一個金 就是降落散的 有一個賠償金 那那塊錢其實是多過英冠 你平時踢開的錢多很多 多幾倍 五六倍 其實你屈福特手上拿著這些人腳 其實很多主力都可以保持 其實最賣不走的 應該我記得傳過禮物譜 就是阿沙 其實我覺得他是 櫃價收購之餘 他上一季看英超沒有表現 即是未完美發揮到自己的表現 也不是說他不行 但是他很難用 他未去到三千萬個價錢 去救到一隊球隊 但他真的難用 你要另一隊球隊再給一塊四千萬 譬如祖達的價錢 你買到祖達就不會買他了 所以他最後留了英冠 他這季也有份帶大家升班 譬如再加上甄妮也是那些 或者是韋曉士 曼聯一個卡華里 韋曉士 基本上都是一群人腳 是一個領隊 領隊每年都換 一年換幾次 因為普蘇家族 拿著的財政資源 或者網絡也很大 現在 屈福特的教頭 他呢 就是 薛斯高 OK 如果大家以前有稍微留意一下 西甲的話 他是踢個橫西亞的 逆風來的 都很久歷史了 很久歷史了 其實都 我不知道有多少 老一輩西甲迷還記得他 但他教他不是教什麼大聯賽 二線都不是三線聯賽出來的 他很有趣的 他對上 未教屈福特之前 教的那隊是 帝比利斯大拿毛 就是格魯吉娜的隊 格魯吉娜 對 格魯吉娜 還教了一年 教了一年 先前不是說過 英國脫歐之後 就針對一些 沒有在所謂 European Elite 聯賽 Elite Elite 地方出身的教頭 如果你以屍屍高的 profile的話 他就不能教了 大哥 你對上的那份工 就說的是 遞比利斯大拿毛 你又不是教英德法 以西聯賽員 我為什麼要批working visa 這些是不能教的 對不對 福特大概情況就是這樣 那一刻 我們現在這個 championship lead 不是champions lead OK championship lead 是不是 這個第三至第六位 大家預計一下 這幾隊 是往後 比較容易排出的 應該是哪一隊 大家可以貼一下 三四五六嗎 是啊 班尼麻夫到班士 我想班尼麻夫 班尼麻夫 班人有踢過英超 經驗好一點 我會選擇班尼麻夫 他們近況都非常好 贏了我域子 是啊 但是那一場就因為我們打少過 無故打球證又亂來 那些 但是他近況是好的 貴中得過一段 跌到富家賽邊緣位 甚至跌到第七個 但是近來就不知道 八場贏七場之類 英冠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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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一段 氣勢好一點 又可以升很多位置 英冠的特色是這樣 因為他賽程 賽程也算密 比賽又多 其實很多時候 是看你那一刻的氣勢 聽眾說不要搬麻 所以我就幫你說搬麻 其實我也不想要搬麻 但搬麻的教堂是活機智 就是另一個 我活 不是活華 但是活機 活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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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都要二十能場 如果看球賽的年資 超過十年 肯定知道他是誰 活機智 活機智之前 還沒正式執教 班尼茅夫之前 他就是在米道士寶 教過 之後再轉過來 那他現在呢 他現在呢 班尼茅夫拿著這一手的人腳 也是跟之前降班的時期 不差太遠 箭頭依然是蘇蘭基 但是後防是一個大問題 後防是一個大問題 後防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沒有了尼登艾基 沒有了尼登艾基 沒錯 那Kelly 用了Kelly 打左邊 但是你說 班尼茅夫 就算我給他升到班 但是 我想最大挑戰 都真的像你說的 你後場那裏用些什麼 因為其實 後場能力真的很一般 還有我想 應該都不止我一個質疑蘇蘭基 再翻翻英超的表現 能不能夠carry那對球 應該不是我這樣說 全體利迷都應該是 是不是 這個都一定是 但是浸了兩年之後 其實我想 會有多少成長 但是你說 是否足夠 在英超 即是靠他 登艾基 難說 對 難說一點 但班尼茅夫 我想其實他上季 即是那班之前 可能你歌歷那些都 立足到 我覺得班尼茅夫 升了那些 可能很勵志 有一點不應該做 就是不應該去利物浦買人 以前的教訓太慘了 所以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那當然 可能 別人的教訓 收起來 還有很多好東西可以用一下 不知道的 張伯倫 你覺得夏天會不會走 還是中堅 你不覺得好一點 應該都很難留 那些Davidson 班尼茅夫 那些 大佬你不說 一說就說 那些火棒 真的被人摺 你真是 是吧 一朗就聰明了 記得班尼茅夫 還在踢班尼茅夫 班尼茅夫 班尼茅夫 是我慢的興奮 曾經是被人 看好過的 這個box to box 當然看來的陣容 其實都不是特別飆青的 他們唯一就是 講班前 我記得他們買了一個 叫做Danzuma的攻擊球員 這個是 我覺得是他們今季 兩點 如果升不到班 應該都會被人挖 這個 譬如你說 Bewendy真的被萬聯帝 誰簽了 就找他 我覺得都可以 頂到一下 反而我覺得 David Brooks 是催大了少少 23歲的年紀 但是 23歲 不要說23歲 21和22歲 我發覺都很多人好過他 所以 之前說到好像 也是很大的潛力 或者很大的新星 但是我覺得不是 可能就是一個傷患 不是一個傷患 但是 不是上到英超 好像可以Grealish 一個救全家那種 總體字面實力 都是比較一般的 甚至 如果他買不適合人 他不會好過艾迪賀維教 那幾年 嗯 你也知道 班尼華夫那些 傳媒政策 雖然他降班之後 考慮了整個求貪部 嗯 但是他早近幾年 買的人都 衰很多 其實 所以他再升班的時候 你就 要重點補強 才是買有質素 不是數量 好巧 隱瞞眼光 但班尼華夫 你幾年那些策略很差 所以不是說 炒起了整個求貪部 雖然他說是不夠預算 但是我覺得 跟港派有關係 哦 夠不夠預算 這些都要割 哈哈 嘩 屎雲斯都說一下 Garry Cooper 我沒有記錯 還是Steve Cooper Steve Cooper 是的 Steve Cooper 那都說一下 Steve Cooper這個人的背景 因為他呢 就是 剛才我們介紹到他的時間 我沒有記錯他好像是 曾經是 呃 他在U隊 在U隊 在U隊 我記得 U隊的教頭 我記得 還有他教過利物寶青年軍 短暫 為什麼我會很記得他呢 因為其實 第一 他在Ratsham那裡出身 然後帶過Ratsham的青年軍 如果大家有玩FM 找一些Youth Coach Steve Cooper 都不錯的 那些評論都不錯的 所以我很記得他 每次我開英冠的save來玩 我很喜歡掛Steve Cooper 過去的 那 但他現在就變了教頭 是不是 那 Steve Cooper 其實教小人師的日子 都不是說很久 都是教了 因為他去Porter之後的 那 Porter去了 巴里頓 巴里頓 那 那 那 事實上 又 在他和利物浦的一些聯繫底下 就 找Bruster過去 踢 那 另外 就 又在車道市借了一個鼓器 是不是 那 那 還有就是這個 嘉液茶 那 車道市那個 當然 其實 今季還在英青找多了一個 找多了一個 是狼隊的一個犧牲品 Morgan Gibbs-Way 哦 因為狼隊買了大堆葡萄牙的年輕人之後 其實沒有太多位置 那麼 Gibbs-Way是傷了一段時間 所以之後都沒有保持狼隊 他去了史雲斯的位置 是 都是一個 但是你覺得史雲斯今季的整體運作 你覺得 是不是都 有機會可以挑戰到巴里馬夫 你覺得 理論上是有機會的 始終他們人腳其實是不錯的 就是你只看牌面人腳的實力來講 那麼 他們跟冰雲夫姐跳轉 就是之前踢得不錯 但是去到近排就倒了 試過四連敗 對 試過四連敗 然後贏了兩場之後又有點失分 所以其實 八場贏兩場 最近 是啊 本來他們是第二位 其實都 即是跟窩福特是相差第二位 但是現在都很明顯跌了下去 所以 貴尾的狀態有點令人擔心 但是 他們本身 他本身就想著那一場會很精彩 現在就差一點 但是 他們本身防守很穩健 他最近連偉金比都沒有贏到 對 所以防守很穩健 所以 踢法這種風格其實 你說 在附加賽都有些 有些 有些著數的 就是防守穩健 其實都 對 就是在淘汰賽這種比賽裡面 但是 狀態我覺得是有少少人憂 嗯嗯嗯嗯嗯 那接著又講一下什麼了 接著又講一下 第五位的瓶福特 我們曾經開過一個專題去介紹 這一隊 非常之有生氣的球隊 但是又會不會又是所謂礙於經驗 又會比較虧卓一點呢 那經驗都儲了兩季 儲了兩季 儲了兩季失敗的經驗 看看可不可以轉化為一個成功的動力 是 始終 人腳上大家都知道 譬如他上季那個 前線三叉擊 拆了兩季 都還沒死 非常好 但他繼續有提出的 沒有問題的 所以 因為他買了伊雲東來 是的 這個又是二十幾球 二十七球還是多少 所以 二十九了 是的二十九了 那他的功力其實依然是有一定的保證的 那問題就只是後面不穩 我始終 嗯嗯 所以跟史文斯是可以說是一個反轉的情況 嗯嗯嗯嗯嗯嗯嗯 但可能是 因為英冠富家賽又有一個特色在那裡 都不是看什麼戰不戰術的了 是士氣波來的 我覺得是 士氣波來的 那看下哪一隊近幾場的精神狀態好一點 是 那看下是不是就是那隊跑先 是的 其實如果你計算平均水平來說 奔福特近幾年兩次 起碼都升一次 那你也知道 其實富家賽的環境都跟 同一個決賽差不多 所以 最重要不一定是既戰術的 而是 心理質素 是啊 沒錯 那最後又說了就是 這個第六位的班士來了 真是驚喜 驚喜 很大驚喜 遲些都可以特地說一下他們 是嗎 要啊要啊 要啊 這幾班士你也有很多驚喜的成績 而事實上這班兵也都沒有說在所謂轉彙槍裡面做過多少事情 或者應該這麼說 這班兵本身有多少資料大家 心照 心照 但是這班兵裡面有哪些球員你覺得很值得向大家介紹一下 都是前幾集提過DK 這個真的很神奇的球員 他之前那一隊和現在那一隊都是看了幾個月而已 好像之前那一隊幾個月而已 但是已經足以成為一個球迷門眼中的Code Hero Code Hero 未到傳奇 是 他入球又真的非常多 所以 這個我想是最值得 現階段這個陣中 最值得留意 是 他下一站是怎樣 其實都 我記得早幾集說過 其實當時是看到他踢得OK 已經出過一千萬磅買 但對方已經拒絕了 覺得會賣得更高的價錢 他現在真正擁有他的奧蘭多城 奧蘭多城 他最出名就是NCAA Division One Men Soccer Tournament 男子足球聯賽 NCAA的男子足球聯賽 MOST Outstanding Player 他打了一個就是 箭頭的位置 六尺一 算是新生代美國出產的足球人才的代表 他連他姐姐 我不知道他姐姐還是妹妹 都是踢球 是 是 好像Rish James 叫Cockley 但Cockley是選擇代表 李日利亞 原來他們 有一個這樣的關係 就是他的 應該是表哥 就是艾文尼基 迪基的表哥 以前踢菲蘭巴士 踢過菲蘭巴士 踢過斯巴達 莫斯科斯巴達 韋斯咸 借過韋斯咸 等Roger上來相應 這是一個李日利亞的箭頭來的 前鋒踢過韋斯咸 我正常的 是啊 沒錯 不知道為什麼說出 有哪個前鋒沒踢過韋斯咸 人生一定要經過一次韋斯咸 如果你能夠在韋斯咸 站得住陣腳的話 這個前鋒將來一定很能有前途 當然 你看有什麼敵韋斯 那些紀錦景 有敵肯靈奧 那些紀錦得 所以韋斯咸 就是用來鍛鍊前鋒 進去的多數都是 不反過來想韋斯咸 在幾頓高的門檻 說回正題 就是敵琦 那他是 這隊班士裏面 最多人留意的一個球員 是不是 班士裏有心搞 因為你看他去聘請人 他不是很傳統英格蘭球局 他逐限自己聘請 要不就有名 要不就是本土 他不是這樣的 他的運作模式 他是真的向著這個世界去找人 無論是他隱瞞 你看到他去美國拉了人回來 然後你看到他的教練 譬如他 為什麼會請到現在這個教練 他找了一個教練 而這種模式 我覺得是 或者你這麼大膽去 起用一些 比較明不經傳的人 我想你在英格蘭媒體 很少出現 這些名字 就是因為這些 這麼大膽的舉動 是令到他自己 可以排到這麼高的排名 這件事是抵賺的 有點像奔福特的味道 另外這個班士 有一個公立球員 都可以留意一下 Woodrow 是英格蘭過往的一個青年軍 也曾經被看好過 富咸出身 這個是盧頓 嚴格來說 他的身受 今年 富咸 愛借毛肯多次 其實這兩季的表現都很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接下來的附加賽 在聖班富咸出身 他的表現是怎樣 所以大家最後都覺得 跑出的就像是 搬你馬夫 經驗和球員都有 我就覺得 賓福特應該 應該可以打破宿命 我覺得 都是 或者決賽可能 有沒有機會 如果這個決賽也好看 我想英冠 升上英超 因為有那個日落條款 那你 由英超降班到英冠的球隊 可以享受一大塊分成 所以可以 在轉會市場 或者是球會的開支 去加多些資源 去博升班 可以 但如果再回顧過往的歷史 透過這件事而成功的球隊 又不是真的這麼多 因為你始終和上面的實力的差距都有 而且越來越大 你想想每一年 上面的資源是多於你 每一年再拉開 我想這樣說 你說你拿著上一季 就是一些鋼班 你拿著這個資源 落到英冠 你怎樣保持著 原有班底的士氣呢 你怎樣留著一些 原有的陣容的球員呢 不是每一隊球隊都這麼容易能辦得到的 複特 駱惠治 我想尤其是複特 駱惠治 我覺得駱惠治 我一向的費用都不是太多 我想這些個案 大家可以理解 其實你說這兩隊以前 其實有多少成功的例子呢 劉卡蘇 又或者是韋茲俭 那些降完一季之後 馬上升上去 西布朗也很厲害 西布朗 都有的 但不代表說 就是 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也有失敗的例子 成功率也不是特別高 或者你看看新特蘭 降完再降 這是命來的 這是極端的例子 這些是命來的 就是 新特蘭球迷 有機會試試找他們做個訪問 香港又有琴迷會 如果這裏有聽眾 認識得 雙特蘭Fans Club 香港Fans Club 那些朋友 可以代為介紹 就是 接下來暑假 我想請他們上來 做一集節目 應該好像幾好下跪 應該有機會回英館 是不是 我想請他們 好像富家賽 但是現在 這陣子狀態又差一點 所以 有機會 有機會 對 有機會 我很想請他們上來做節目 就是 有些問題都想問一下他們 就是 就是 為什麼你們 都搞了這麼多季 但是你們都未應命 這樣 是不是 就是 我 我早前 我一個朋友 又介紹我 看有一套是黎智英訪問鄭秀文 的片 就是說他怎樣對抗抑鬱症 然後 然後 裡面有一句說話 黎智英很inspire到我 他說 人只要信靠命運 其實 這一類人 他的命運 大多數都是平 他的人生大多數都是平順 我想 也是 通常 不信命的人 是不平順的 信命的人 是特別平順的 那 新特蘭的球迷 是不是很相信 是不是都信命的呢 尤其是經歷了這兩季 是不是 Netflix那套的Documentary 又拍了 哈哈 兩個季節 是不是 看到球在那裡 你還不認名 但是他們還在那裡 是不是 就是 我想了解他們的心路歷程 我就沒有 這個 就是 關係 去找一些列斯聯的球迷 是說英冠 甚至英甲 都追蹤著 他們動向的那些球迷 如果大家認識的話 也是不妨不轉介 不妨介紹 是不是 但是 經過這一整季的奮鬥之後 什麼 啊 新特蘭昨天怎麼評價 這個Cobet和Rosewell 哇 哈哈哈 新特蘭有很多 有心無力的人 哇 OK 哈哈哈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找他們去做這個訪問 我想 可能都會有talking point 有 是 內域自由 不用有這些煩惱 哇 這麼快 我想說 我們剛才稱讚 管理層 因為 Webber 你當是 像Edwards 那樣的一個身份 就是 轉會的操作 他現在說了 其實夏季 季尾都會離開球隊 他去哪裡 沒有公佈 可能遲些會有消息 所以 下季之後 其實 會找什麼人 或者之後是怎樣 都有一些 都不怕 因為你未必找得回 這麼好的 這麼有能力的人 是 其實 Stuart Webber 接下來都應該會有一篇文 去講一下他 其實他是 駱惠智的 Sporting Director 他之前就是 嚇得是非 做過Head of Football Operation 亦都是 有他自己的 很多的一些 方法 就放下去 在球隊的 分析那裡 表演分析 找球員 那些地方 一個很出色的 一位管理人 1N Buendia 就是這樣 沒錯 布安迪亞是怎麼來的 找Stuart Webber 我就沒有他的能力 只有他買布安迪亞 巴黎特 我才覺得他很好 我沒有他的眼光 其實 鷹冠這裡有沒有補充 鷹冠 鷹冠 沒有 之後再 你是特意 skip 打鼻棍的 我看昨天說幾次 打鼻棍 老老齒齒 說句朗尼加油 朗尼 大哥 朗尼加油 大家沒有什麼期望 不是的 別這麼說 別人又不是誰 別人又不是 林柏特 林柏特 林柏特至少帶到他升班 朗尼 這個體驗也好 這個世界也沒有說過 你帶一隊波降班 以後你就回不了身 你看蘇斯克查 可能朗尼回不了身 現在還沒什麼 他們還領先4分 就是領先尾三 那裡4分 那就打多兩場 打多兩場 後面就是諾達咸 諾達咸 諾達咸 有沒有機會追回來 很飄忽 真的不知道 很飄忽 諾達咸 上一輪的聯賽 就是十人應戰的情況下 就輸了給米導士寶 近這幾輪 我想對上次贏就是對QPR 3比1 就是14日的比賽 很誇張 剛剛這個禮拜 星期日 星期二 星期四 因為疫情的關係 再加上英冠 英冠有24隊球 本身周中已經很多 所以其實對球員的體能透支 士氣 是一個極大極大極大的考驗 是啊 所以他是很慘的 譬如他本身是踢少了三場 其實現在都中兩場 但其實他手中 這個三場其實有一場是保賽 對於他們的體力 那個考驗其實更加大 因為對手是沒有這個 其中一場 譬如對手其實都是1、2場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要追分 其實是有一點 你可以說是吃虧 當然打給郡 現在的狀況就是 我們可以看他的賽程表 OK 看他的賽程表 就是 未來幾輪的對手 就是哪幾隊呢 就是百明漢 史雲斯 還有石飛聯 石宗三 對不起 石飛聯 石宗三 為什麼我不會說石飛聯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位主持拍檔就是Elden 他稍後就會去英國發展 這麼開心嗎 沒錯 他之後會去Sherville 他跟Benson就是我們看夜處英的特派員 以後我們在英國也開台 對呀 我們在英國也開台 是嗎 可能 一仙英 你最喜歡 一仙英 可以拍第一段影片 叫那些鬼佬 可以說一仙英 一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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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仙英食雲斯 一些西式的那些 英國也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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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仙英食雲斯 這樣就很可笑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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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 訪問一下Ed Woodward 最後講的 那要快了 Woodward Woodward 食雲斯 Glaser 含加陳 幾開心 但是打比棍 這三人聯賽 八明漢 史雲斯 石洲三 石洲三 那場本來應該是生死大戰 但是石洲三 石洲三 都未死 但其實 都是四分 以石洲三這樣的態 你現在只剩三人賽事 但欠四分 但 如果接下來兩場 一場的話 其實就叫做三分之內的距離 最後一場 隨時都可以很激 有機會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另外就是什麼 另外 剛才提到的 巴明漢和史雲斯 史雲斯 還要保持著 在星班附加賽的位置 應該都挺穩固的 因為史雲斯 現在排在第四 就是領先第七位的雷丁 都八分 基本上都 應該都很穩固 不知道那裡 會不會有所謂放水的可能 不知道的 但是你說 都是八明漢 這個真的要搶分 八明漢沒有了卡卡之後 一致向好 對 我看到推特的人說 八明漢每到季尾就會變了巴塞 好像以前韋根和英超一樣 以後 只是下半季開始看八明漢 三四月的表現 你說 四月來講 我只講四月 也不講三月 四月來講 他們打贏 小雲斯 然後他們 和到奔福特 兩隊都在講前四 你說八明漢用不用呢 然後再贏兩場 之前又贏了史督成 又再贏了駱達咸 基本上已經保住了英冠的席位 但當然 八明漢打比棍 連森林 中部的 都有一些縮敵關係 不知道會不會 這個位置 會比較真刺激 怎樣看 路迪斯 還有就是 Michael Sandhorst Michael Sandhorst Michael Sandhorst 沒有什麼看法 曾經的前例 中堅 沒有什麼看法 你看不看好他 上得回去 其實都是英冠的 英冠水平 想看班蛇聖笨 我想看奔福特 兩個都OK 兩個都有 值得升班的意義 大家都不喜歡搬尼茅夫 不是啊 好厭啊 你三個席位 一直預備諾域治 一直預備屈福特 另一直預備搬尼茅夫 那不如不要降班 一開始 你過什麼班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些席位 你不用說什麼 升降班的 這個世界 你過幾星期 最啟發到我 那件事就是 足球上不說什麼 升降班 淡的那些會跟你說 你升降班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 History 什麼什麼的一部分 是不是 我心想 升什麼降班 是不是 你不想踢 就去另一個平衡宇宙 會踢 對嗎 這些留下一節 這些留下一節 休息一會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趕超級烈 大家都忍不住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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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